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见贤思琪这件事情 就是我呢很顽固的一个人 而且很刚愎自用 这样说来是不是有点忘自菲 是 就是没有那么刚愎自用 但是确实是有一点顽固 然后呢 对于我不欣赏的人 即使是我看到他的优点 我也不想跟他学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比如说谁呢 哎呀这也不好说 比如说我的同事好了 我的同事吧就是 我不欣赏他 但是他呢很精致 然后很负责 就只要他负责的事情 他都很负责 但是我并不想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好 可是呢 我会想从我欣赏的人里面学这一点 不想从他身上学这一点 这就有一种就是你明明学的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你就是想跟某一些人学 不想跟某一些人学 但这个时候的话 那你就是哪里哪来的见贤私奇呢 对吧 想太多了 就是你觉得什么好 那你就把他学过来 对不对 自发的你就会开始模仿 你根本也不在意说这个人欣赏还是不欣赏 就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其实见贤私奇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就不要太执着说 这个人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其实你看着你喜欢的东西 你真的想学它 你慢慢的你就去模仿它 就像婴儿的学习一样 他也不会开始说 这个人我欣赏 那个人我不欣赏 对吧 你觉得有的时候天真是很宝贵 很宝贵的 加油